美国总统拜登3月1日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场国情咨文 在演讲当中他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 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 他同时表示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协同合作 让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孤立于世界 此后不久俄乌双方表示将展开第二轮谈判 但俄罗斯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势 如何解读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发展 国际制裁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来分享他的看法 王教授你好 林章你好 王教授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他昨晚的国情咨文的演讲当中 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专门的谈乌克兰的问题 他表示普京误判了形势 他说普京以为西方和北约不会做出回应 他以为他可以在美国在国会在欧洲制造分裂 但普京错了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是团结的 那么王教授您如何来评价拜登的这番讲话 首先就是这个是拜登总统就任一年多以来 这第一次的国情咨文 然后在美国社会本身的话 是不是要由从一个疫情回到一个后疫情的一个社会 那么他这个时间点的话对他来讲很重要 就是要传播一个 他是一个很有坚定的领导的一个人 一个总统 然后希望能够团结整个的美国社会 那在内政方面的话 他有很多的 就是说比如说通货膨胀的话 还不是非常有起色 所以就发现在外交上的话 其实是可以一个团结 美国社会的一个做法 那确实没有错 我认为这个拜登总统讲的对 普京这一次的话是估计错了 错判形势 那他错判形势的话 他有几个地方 一个是他本来是打算能够分化美国社会 比如说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于这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美国跟西欧的这个盟邦的话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因为 这个普京的话 他实在是因为做得太露骨 因为乌克兰明明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1991年的话就已经脱离这个苏联而独立了 然后这个他事不过三 因为他普京2008年的时候 已经这个侵入这个乔治亚 前苏联共和国乔治亚 建立了两个这个分离地区的傀儡政权 然后2014年的话进入乌克兰东部 然后建立两个傀儡政权 甚至于把这个克里米亚的半岛给并吞了 这次第三次他以为想说大概西方也不会怎么样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西方的话是非常的团结 那团结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 也是采取一个中间的路线 所谓中间的路线的话就是经济制裁 当然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话 有没有效果 我们倒还是需要观察一下 是刚才您提到了西方现在是非常的团结 所以您觉得乌克兰危机是真正的让欧洲内部 还有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刚刚我提到就是说 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事件的话 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侵略 所以这个有助于这个美国跟西方的团结 那么美国的话在二次世界弹之后 在西欧为了要建立一个安全体制 就成立了所谓的北大西洋公业组织NATO 一开始就有12个国家 现在有30个国家成员国 其中有14个成员国是冷战结束之后才加入的 换句话讲说这14个国家 就是昔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里面的 铁幕里面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 那么除了这30个国家之外 还有另外三个是已经表达了要加入兴趣的 它叫做Aspiring States 这个就包括了波斯尼亚 还有乔治亚 还有乌克兰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个北约的向东扩展的话 就是对它的安全的危害 所以他讲的话是说要恢复它合理的这个势力范围 但是因为他实在这次做得太露骨 所以乌克兰这事情的话 有助于西方的团结 而且事实上是有助于美国跟这个北约组织成员国 他长久以来就是说这个盟邦经营的一个关系的话 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清楚的一个侵略的案例上面的话 北约组织跟美国确实是团结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辩论一下就是说他这采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经济措施是不是有效 但是下一次如果有一些那个不同的这个案件 比如说在欧洲以外的安全事件 比如说台海事件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团结的话就不知道了 是确实我们看到一贯是保持这个中立立场的瑞士 也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那之前有一些游移的意大利也加入了制裁的行列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欧洲的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团结 而且今天的这个联合国的通过的这个决议 有140多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 一个更广泛的团结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欧洲的团结的话 那您怎么看待现在乌克兰想要申请加入欧盟 但是还没有获得批准 而且欧洲内部其实对于是否应该接受 乌克兰在这个时候加入欧盟 也有很多的争论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 我刚刚提到这个北欧 对不起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它1997年之后 这个接纳了14个过去是中东欧国家的入会的申请 那么乌克兰也有兴趣 为什么呢 这个就牵涉到说像乌克兰这样子 这个昔日在铁幕的国家 它对将来未来的看法 它到底是要属于这个向往西方 然后加入这个欧盟的共同的繁荣 然后获得这个北约的安全保护呢 还是说它要继续沉浮于这个昔日 在俄罗斯第二底下 苏联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次等的一个地位 那么乌克兰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希望能够加入 那北约的话并没有拒绝它 因为它是强调说它北约的话 采取的是一个所谓的open door policy 就是门户开放的政策 那其实就一个实际角度来讲的话 我个人估计大概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中间的话 这个乌克兰可能都没有办法成为北约的一个会员国 为什么呢 因为北约的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组织 所以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对一个会员的攻击 就是对所有会员的攻击 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吓阻这个侵略者 那大家试图想一下 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话 已经在乌东地区有两个傀儡共和国 然后在南边的话 克里米亚已经被兼并 这个在俄罗斯兼并 如果说这一次的战事 再导致这个俄罗斯取得或者是兼并 更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土的话 那你有没有可能说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 有一些他们想要加入北约 有一些想要加入北约获得保护 那另外一些的话 坚决反对不能加入 所以我觉得这从一个实际角度来讲 未来的10年或15年 乌克兰都不可能会加入 那所以这个的话 可能是将来双方可以谈判 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 现在这个紧张的局势 给降低的一个重点 是但好像加入北约跟加入欧盟 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一个是经济组织 一个是安全组织 那相对来说 加入欧盟是不是会要比加入北约更容易一些呢 加入欧盟的话 它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的货币要流通 然后你的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的话 都要跟会员国之间能够协调 换句话讲说 你的经济的话 基本上是向西方靠拢 那这个也就是说乌克兰 它希望说 因为西方的话 有像这个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这些工业大国 还有美国 加拿大等等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对它的国家未来的发展 繁荣的话 远比要留在这个过去 以卢布 就是俄罗斯的卢布为主 甚至于这个卢布跟这个人民币 这个清算这个集团的话 这要繁荣的话 的机会要大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的话 它也会对于要加入欧盟 也很有兴趣 因为欧盟的话 它这个有使用共同的货币 然后共同的这个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等等 在就会衍生到说 在安全上的话 它们也是一个共同体 这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所以乌克兰很显然的希望说 能够属于西方 而不是属于俄罗斯 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很紧张的局势之下 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 世界多国已经是对俄罗斯 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 至少是今天 俄罗斯又是进一步的加大了 对于乌克兰的军事的攻势 所以您觉得 这个西方的这些制裁 是不是能够算是目标正确 精准有力呢 这个经济制裁 在不管是学理 或者是政策层面上来 有许多的辩论 首先就是说 它是一个中间道路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就是说当碰到 这样很棘手的问题 像是一个侵略的问题的话 那有几种选择 一个选项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不做 束手待毙 另外无所作为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用军事的行动 来加以击退或者是吓阻 当然要牺牲人命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政客很喜欢选择中间的路线 就是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的话 基本上来讲是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 就像这一次普丁他算准了 就是说 虽然说在事前的话 美国跟西欧都威胁他说 千万不能 千万不能 他还是做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打算 就是说西方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是经济制裁制裁久了 而且精准能够打击到要害 打击到这个真正这个危害的人的话 是否有可能这个让普京 他个人的成本效益的这个估算的话 会觉得说再打下去 每多打一天的话 就要多烧这个军费几十亿 然后每多一天的这个西方的经济制裁的话 他的这个所有的在海外的这些外汇存底的话 都不能够动用 然后他个人的财产全部被冻结等等 然后他被迫要跟这个 其他不是以这个西方货币 这个结算的国家交往 然后他天然气卖不出去 然后再久而久之的话 国内的很多的俄罗斯的人民的话 也会起来反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普京 他现在要想就是说 如果他这个制裁久了之后 这个而且很精准的话 是否成本效益的话 就没有那么划算 那个的话 他就可能会比较希望说能够谈判 然后把军队撤出 然后能够得到一些利益 是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些国家 现在是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比如说中国 比如说巴基斯坦 还有墨西哥 那您如何来看待这些国家的做法 另外中国常常说 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是非法的单边制裁 究竟这些制裁有没有法理依据 首先刚才您提到 就是说俄罗斯这次的侵略 已经在联合国 这个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谴责他 而且要求他要无条件的撤军 那是不是已经有法律的依据 那我觉得说在这个前进之下的制裁的话 没有什么非法的制裁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谴责他 至于说那几个国家 他们反对的话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自身的利益 自身的比如说 像中国的话 就是从俄罗斯输入很多的天然气 而且有一些的国家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反美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些国家的这个 可以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站在历史错误里面 那我觉得说 以刚才您提到 在联合国大会 这个压倒数的票数来讲的话 这个世界的明星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好的 谢谢王威正教授 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